准备迎接农历新年 不少民众都到花市采购应景的花卉 其中又以耐放好照顾的兰花最多人选购 但今年受到了疫情 气候影响产量锐减 加上水草 瓷盆等进口资财大涨 兰花的售价也跟着调涨 涨幅将近三成 其他花卉也有微幅的调涨 但就怕降低民众购买意愿 业者成本自行吸收 除旧不幸迎新年 台中国观花市各式应景花卉纷纷出笼 喜气洋洋 花市开市第一天 吸引民众一大早就来采购 百合菊花象征富贵吉祥 代表旺旺来的凤梨花 也有不少人选购 结实累累金黄耀眼的荆棘树 也很热销 其中又以耐放好照顾的兰花 最多人选购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 其余影响产量锐减 加上水草 瓷盆等进口资财大涨 兰花售价更着调整 涨幅 高达三成 食材方面 还有我们的那个运输方面 还有我们的人工费用方面 一般都是上涨的 兰花的价格 一颗花大概250块 现在都涨到到300块 到350块 除了兰花涨价 营流产地价一把也调涨10到20元 不过受了疫情升温 就怕灌花市的人减少 业者成本自行吸收 不敢调涨 配合农历春节 花市从27号起 连续营业11天 好让民众有充裕时间 挑选花卉 为家里布置 增添喜气 接着重奖陈士杰 台中 差不多